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他這裡說到 我們剛才講 第一個 噴擊極端的重慾與苦行 這個就是為吳比丘說 離苦樂兩邊 因為有一些認為 隨信而活 這個是一邊 另外有一邊 刻苦的修行 苦行 不管重慾跟苦行 基本上都不能成就 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說 這個中道 首先是離苦樂兩邊的中道 然後是離常見斷見 有見無見的中道 然後是離疾跟緩 我們說對 離苦樂兩邊的中道 是對吳比丘說的 離有無兩邊的中道 當然 這個是在暗暗經裡面很常見 但主要是對嘉詹言說的 離疾跟緩兩邊的中道 主要是對二十億而說的 這個我們稍微要稍微記得一下 但是苦樂 意義 這個長段意義來去有這個善見在阿含經裡面 就是榮術把它收集起來 就是把他補中道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是唱不苦不樂的中道說 第二個對阿齊多 阿齊多 有時候我們就把它叫做阿儀多 那也叫阿齊多 那阿齊多是這個唯物論 阿齊多是唯物論 那麼 他的命即是神 這個命就是我們把它說起來就是所謂的靈魂 那麼這是印度的一個說法 命跟非命 像奇納教也是二元論的命跟非命 物質的跟精神的都有他終極的實戰 比如說我們說的極緯 像這個現在的科學也是這樣 那麼它傾向於物質有基本粒子 那基本粒子就是原子核裡面 有所謂的電子 質子 中子 這個也是圓 圓就是根源 根本的存在 舉個例來講 這個是原子核 那這些所有的物質 包括我們的身體都是原子 很多的原子聚集在一起的 那原子核裡面有電子 有質子 有中子 這些有很多的電子 它有幾粒的電子 形成不同的物質 那中間 中間有所謂的 質子跟中子 那外在有不同的電子 然後排列 它的運動不一樣 那麼就形成很多很多的物質 那一個原子 跟一個原子 所以有不能再分的 現在譬如說電子 直子 這個是原子 那這個是原子核 那麼裡面有所謂的電子 直子 中子 當然還有很多我們說的微中子 什麼垮個一大堆 但主要是這三個 那麼還有一些 這些是分到不能再分的 不能沒有的存在 那麼 在印度基本上 部派裡面它就是 所謂的極緯 那 極緯是後來部派裡面說的 那麼在佛陀那個姿態 他不講極緯 他講的其實就是元素 二十五地 或是元素 七大元素 像波浮斗 那麼地水佛風苦樂命 講七大元素 精神的有物質的 那後來像六派哲學裡面 那麼樹論講二十五地的樣子 就是 那麼 就不同的說法 都是有那種基本元素的概念 包括色法 心法 那部派裡面就五法嘛 五位七十五法嘛 那麼這個是基本的存在 那這個 這個都是 就是 一般我們 佛法的分法 其實最早就是有違法跟無違法 有違法是生滅的 無違法是不生不滅的 有違法之所以生滅 是建立在無違法的基礎上 所以後來波羅金就強調這個東西 就是生滅 之所以能夠生滅 是建立在不生滅的基礎上 就是他那個無自信上面 他那個無我上面 其實這樣子的 所以 以有空義故 比如說中論 中論的核心思想就是兩句話 那一開始 八部中道 不生亦不滅 不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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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那麼 他的核心思想其實就是 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逞 因為 因為 是無自信的 所以 因緣生就因緣滅 那也因為因緣生因緣因緣滅 所以知道是無自信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麼 所以 我們來看 我們說剛才說這個中論 建立在主要就是兩句話 因緣所生滅 我所即是空 因為生滅的 因為緣起的就是無自信 就是生滅的 之所以生滅就是因為他無自信 自信就不生滅 自信就不生滅 他本來是這樣 自信就不生滅 所以因緣所生法 我所即是空 那麼 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逞 主要是這兩句 這個後面有講到余潔終關 這個是很後面的 但是我們最重要就是 別人把佛法弄清楚 好 那這裡說到 那麼 這個阿齊多的命即是生 斷滅論 這裡有三 這個折珠響經是非常有名的物件 通常都是長劍跟斷劍 但他這裡特別舉出三種劍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他的差別在哪裡 先來看這個課本的 命即是生的斷滅論 命就是靈魂 身就是這個身心 五韻 這個身 一般我們的五韻分作身跟心 但是他這個身是指五韻生 這個身是指有事之身 通常是這個身 這個身是指有事之身 這個身 這個身是指有事之身 這個身是指身心 敢得此有事之身 那這個五韻生裡面色受想行事 色 受 想 行 事 這個是心 這個是心 或者把這個叫做心 這個叫心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身 但是這裡的身是指這個 指這裡 並不是指這個 不是 它是合起來有事之身 這個身 命義生義 或是命即是身 就是命跟身 這個身 基本上就是 我們所謂的心 就是我們認知有我 這個所謂的靈魂 那麼 唯物論 不講有靈魂 而是講 你所謂的命根 你認知到有我 這樣的概念 這種心理狀況 其實只是物質的一種顯像 顯現而已 它並不是真的有這個靈魂 你認為的靈魂 在你這個身體敗壞的時候 就沒有了 就消失了 沒有 這個叫做命即是身 它基本上就是斷劍 就斷劍 那就分兩個 劍跟斷劍 那麼 就是離開了 你這個身體壞掉了 你不能看 不能聽 不能動 沒有喜怒哀樂 但是你的靈魂 會脫離你的躯壞 那麼它靈魂是永恆不滅的 那今天做牛 劈肩牛皮 明天做羊 劈肩羊皮 後天做人 劈肩人皮 而已 但是它裡面的人沒有變 這個是靈魂的概念 就是它通常就兩個 長劍跟斷劍 那麼斷劍 就斷滅論 叫做唯吾倫 就是阿以多 差點 這個是命 命即是身 即是身 這個長劍是命義生義 命義 就是這個命 不在這個身心裡面 我們的身心 不過就是命顯現出來的而已 這五印生 然後看這個 哲諸祥君 善男子善女人 信要出家 休息無相三妹 這裡把這個叫做無相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後來的空無相 無怨 就變得不太一樣 原來阿含經裡面叫做空無相 無所有 然後這個 這個有些叫做空無相 無重 有些叫做空無相 無怨 那原來這三個都是無我的 原來三個都是無我的 那這裡說休息無相三妹 我相 人相 眾生 受者 無相 無相三妹 休息多 休息矣 那麼 住甘露門 甘露門就是不死門 其實也不是不死 就是不生 無生 不生就不死 那麼就是解脫門 乃至究竟涅槃 那麼就是向解脫 乃至得到究竟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就是你可以住甘露門到涅槃 依 三賤 就是你如果有這三種概念 你是不能向解脫的 也不能得解脫 就簡單講就是向解脫 住甘露門 向解脫 得解脫 那麼有一種賤如是說 命則是生 這個是唯吾論 就這裡的阿怡多 阿琪多 這裡講的阿琪多 傅如是劍 命義正義 主要是這兩種 後來還有一種 就是這裡 在其他的阿安君都是講兩種而已 那這裡 雜喊 哲諸祥詢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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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 這個也可以變成這一種裡面的 他說色是我 這個是色不是我 這個身 無運嘛 色受想詢詢詢 色受想詢詢詢詢 色即是我 那受想詢詢就是我所 如果色是我 受想詢詢就是我所 如果受是我 想詢詢就是我所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這個我我所 那麼這個我我所 那他說這個色是我 或受想詢詢之我 無二無一一樣 但是它又長存不變 那這裡就基本上是它惡云實在 那這個就是靈魂才有 只有靈魂才實在 這個是物質只有實在 根本沒有靈魂這件事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那一般來講就是這兩種而已 就是常见跟断见 所以有时候会讲 我在社中 社在我中 就变成相宅 就是 集运我 离运我 相宅 在中论里面又多讲一个 叫相属 社属于我 就变成就这样 多文圣地址做事思维 你要去这么想 因为这个是当时沙门婆罗门 这个是婆罗门的 当时沙门婆罗门的一些该观念 你受了这些观念的影响 你有这样的认知 你是不能得解脱的 你是不能得解脱 所以他讲 婆友一法可取 你可以直取 这个一法包括色受想行事 那么社身相位处法 一样 内在的跟外在的 婆友一法可取 而无罪过者 就是你有过失 过失就是你不能得解脱 葬到 那么有没有你执一法不葬到的 那么把这个五蕴 色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那么 集运我 离运我 相在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加起来就二十种生件 那么你只要直取一个 不管你直取什么 你就不能得解脱 所以他说不一嘛 不一这个三件 而有甘露涅槃 得解脱 所以这些观念 都会障碍你的修行 障碍你解脱 你有向解脱 结果你却让自己 直取这种观念 让自己不能得解脱 那么你要不是非因计因 你就会非国计国 所以 朋友 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 四位已都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 那 若取色即有罪过 若取受想行事 即有罪过 色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离色有我 离受想行事有我 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那么这一些 基本上都不能得解脱 所以做事之以 你确定了 于诸世间 则无所取 就这个五印世间 乃至于这个国土世间 你都没有任何的直取 那么无所取者 自决涅槃 这个时候 当你真正无所取的时候 你就得涅槃 所以爱取有 有从哪里来 从取 取什么 借进取 我予取 欲取 就取这个 就是有烦恼 借进取 见取 取 如果一元起来讲 一元起来讲 取是四取嘛 十二元取 里面爱取有嘛 就取 取就是直取 直取不舍 阿含经里面叫做 欢喜 赞叹 懒卓 坚注 坚注不舍 执着 执着这个观念 阿含经里面叫做 有就什么 有生死 有就会轮回 就开始有轮回 阿含经里面叫做 所以这个取 这个取 基本上就是四种取嘛 借进取 非因基因非果祭果 贱取 种种的错误的观念 邪贱 这些都是贱取 这些都是贱取 那么因为有贱取 有借进取 有我予取 这些 执着有我 这个叫做 你有错误的观念 你有贱取 有借进取 那么你一定是执着我的 我予取 有我 我贱 人贱 众生贱 我贱 然后 你一我贱 就会取我爱 五一 就会取我爱 我贱 我爱 这个是我贱 这个是我爱 那这个我贱 基本上是分别我贱 分别我贱 是从聚生我质来的 那么 由分别我贱 由聚生我贱 产生分别我贱 我贱 我贱 我爱 由分别我贱 这分别 对境界 对自身的分别 那么分别我贱 是从聚生我贱来的 就是你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 不是说他自信的 而是 你成为人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有我贱 你才来轮回的 那么 他由我贱 就会产生我爱 我爱 基本上 就有自体爱 跟境界爱 只是说 这个自身是我 就有自体爱 跟境界爱 那么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非因 即因非果即果 这个是 这个是错误的方法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那么 所以 你这两个不断 那么 你一般来讲 借境界跟疑 疑就是对 疑正确的道理 没有怀疑 然后你就能够断生间 那你的取 你的爱取有的取 其实就是直取 直取见界 直取身心 他说 无所取者 自觉念法 所以 但见有法 不见有我 好 那么 我们在我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命即是身 断面论 尼见子 尼见落体子 命意生意 就是离了这个身之外 那么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恒常不变的 那么身 基本上 他有所谓的恶元论 命跟非命 命是精神的 非命是物质的 这两种都是 死法 所以他说 它是恶元论 那么 射心是我 无二无一 常住不变 这个就是婆罗门的观念 因为婆罗门 犯本身 就是很常的 那么 这些他变化的东西 就是跟他的体性 是一样的 所以 当我们修行 修到 犯我合一的时候 那么 我们也跟婆罗门一样 那婆罗门本身 犯本身 也有色相 他的色相 也是常的 那么 所以 他是射心是我 无二无一 常住不变 这个是犯我论 犯我合一的 所以 修行修到 犯我合一 这跟我们的 所谓的 那么 真常维心器是 一样的 那么 悟到真心本性 那么一一的破斥 我们说 最早的佛法 其实就是 厘清 错误的观念 告诉你 哪些路 是不对的 哪一些路不能走 剩下的 就是完全正确的 哪一些路 哪一些要斟走 那么 而宣扬什么 无常 无我的 缘起 重道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修行 我们在观察 这个事件的时候 那么 没有从 无我的缘起 的观念上 那么 去做观察 那么 常常就是增加 我见 我爱 好 第三 对于道德的否定 那 否定真理的倾向 世尊举扬正法 宗道行 这个也是宗道 我们说 他从第一 第一 抨几 极端的重语 与苦行 这个是宗道 阿齐多 那么 这个 命义生意 尼建子 六四外道 错误的说法 也讲 无我缘起的宗道 那么 否定道德 否定真理 倾向 那世尊也讲 如实就近涅槃 那么 给法信 法诸 法界 的 宗道 那么 这个是 讲到 真正 他并不是断灭的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 而是有真实涅槃的 但是真实的涅槃 并不是涅槃的自信 并不是 这是道德与真理的肯定 那这个宗道 就是法正道 就是 第一个 他有真正的 中正如实之道 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见到的那个 中正如实之道 那么 怎么样可以 正道这个如实之道 那个也叫中道 就是八正道 那所以八正道 是怎么样 得实相的方法 那个也叫中道 所以八正道 也是中道 那么 离意义长断 来去 有无生灭的中道 也是中道 那这两个中道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比较倾向于 道理 他的实相的理 一个是比较倾向于 正德真理的方法 道路 那所以 所以给法信 法 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记得了 佛法的核心就是三宝 这里讲到法 法就是法信 法助法界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助法界 这个是阿含经常用的 波勒经还有更多 法如法定 那么 这个法华经里面 是法助 法见 是间向常注 法位 还有一个法位 是法助法位 法华经 法华经讲法助法位 波勒经还有法定法如 但是阿含经习惯的说法就是这三个 法信 法助法界 事间向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助法界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 有佛无佛 他都是这样 他是真理 他不变得真理 佛并没有发明他 佛只是发现他 所以法信是法的必然性 一切法的必然性 他是他的必然性 或是本然性 本然性 本来是这样 本然性 本来如是 如是 就本来是这样 法助 法助是他的恒常性 这个助我们讲到助 这个信就是他的本性 这个助就是生助一面 那不生不灭的这个部分 就是助恒常性 那么一指如是 不变性 他的不变性 恒常性 法界是他的普遍性 界是范围 列扁 普遍一切的 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现象 都是这样 那么在极乐世界是这样 在娑婆世界是这样 在药师流利宫 也是这样 净土 惠土 都是这样 两千年前 你的一切众生 在一切众生身上 都是这样 法界普遍性 这个是两千年前两千年后都一样 恒常性 不变 这个是普遍性 这个我们很容易记 普遍性 你要知道 这个法这样就是这样 八正道可以解脱 就决定可以解脱 不会说过了两千年 八正道失效了 有效期限过了 不能解脱了 这个就是末法思想 末法思想就告诉我们 八正道 过了两千年 末法修行 不容易解脱了 那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 他有 他有 恒常性 法这样就是这样 八正道可以解脱 你在会土 在净土 有佛无佛 你如一八正道都能解脱 只是没有人告诉你 不知道而已 那么他有普遍性 恒常性普遍性 普遍性就是普遍如是 不管你年纪大 年纪小 那么你只要有善根 你只要因缘 缘起嘛 缘起就是因缘具足 你就解脱 辟舍区七岁 赠阿罗汉 没有 赠出国 在家的 春陀沙咪 春陀沙咪 七岁还是八岁 赠阿罗汉 这个 这个 伯居罗一百六十岁 八十岁才出家 伯居罗八十岁才出家 但是他也赠阿罗汉 活了一百六十岁 没有生过病 偶尔咳个瘦而已 福报可大 他一百六十岁 那么这个 这个 虚拔陀罗 从来没见过佛 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佛要入内阀才去见佛 就赠阿罗汉 那么这一些 基本上这一些 通常都是因缘和合 善根成熟 都是缘起的 他并不是说 佛特别 佛特别加持他 或是 他 天父异禀 不是 天父异禀也是过去修行来的 都是因缘和合 都是缘起的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缘得解脱 有因缘有缘不解脱 缘起法就是这样 那么都是要 而且都是你自己修 不是佛可以给你的 没有的 这个不能改变 没有说 你念佛比较虔诚 念的比较多 佛就给你多一点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都跟你的烦恼 你的我见我爱 有没有保我见 有没有保贪生吃 有没有离我爱 无名不断 爱结不尽 生死不断 苦不尽 基本上是这样子 这个普遍如是 一直如是 本来如是 本来就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那你要知道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都是这样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法 那么佛的话 佛的话 法根法言法一 佛为法根 佛为法言 佛为法一 就是佛是法的根本 法从佛出 佛 法 我们怎么知道 缘起 怎么知道无我 怎么知道中道 怎么知道四地 佛法的核心就是 缘起四地 中道无我 好 我们怎么知道的 佛讲的 那佛怎么知道 他修来的 佛没有讲以前 我们不知缘起 不知中道 我们不知道无我 我们也不知四地 这个都是 释迦佛还没成佛以前 印度没有这些概念 释迦佛没有成佛以前 印度没有缘起四地 中道无我的概念 没有 没有 他无我 他的无我是断面见的 他不是缘起的无我 他也断面也无我 断面也是无我 但是涉及是我 我的身体 我死了之后 我就不存在 看起来也是无我 但不是 他是断面的 他还是我 还是在我见里面 只是断见的我见 是这样 涉及是我 那么所以 他这个观念 不是无我 要分开 但是一般来讲 像唯物主义 他也没有 因为我们的我 如果是恒常独一自主 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我 他也不存在 他没有一个恒常独一自主的灵魂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唯物论没有 但是他也被归类在我见里面 因为他以这个设计是我 他是断见的 断见的我见 跟常见的我见 那佛法讲的无我 就是离开长跟断这两个 没有这些的 这个在佛 释迦牟没有成佛以前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这样修 释迦牟成道以后才有的 所以这些是佛 这些修行的方法跟正确的观念 如此的中道是佛告诉我们的 所以佛为法的根本 这个法指的就是真理 觉得就是这个 所以法的根本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道 他缘起 世地无我 缘起无我 中道世地 讲的是这个 这个是佛是法的根本 所以佛 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 之前没有 真理就是实相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真理 真理 法信法著法见的真理 佛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 那么法眼 眼就是智慧 可以知道 那么佛是究竟正德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的人 或者是完全觉悟真理的人 可以说佛是完全觉悟 或是究竟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 也有分初跟前 初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阿罗安 庇兹佛都觉悟真理 佛是完全觉悟 究竟彻底无上的 觉悟真理的人 那些不一样 初国也正无我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正的 他有一分的法身而已 那阿罗安的觉悟 跟佛的觉悟是同等的觉悟 但是他又比较不如佛 如果一波勒金的说法 阿罗安是毛孔空 佛是太虚空 就不太一样 所以佛有十四无畏 四无畏是八不共法 那么有种种的不共阿罗安 所以法眼 这眼就是能够照明一切 能够见证一切真理 彻底真实到一切真理的人 佛是完全觉悟真理的人 佛是最初发现真理的人 那么法一 我们现在所修学的 佛弟子所修学的 等一下会讲生 生是不管是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那么我们现在所修的法 所依的法 所学的法 所知的法 都是依佛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依佛 那么佛 正得这个法 诵生解说 我们才知道 佛如果不说 像毕之佛这样 如果不说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 但是说也很多人说 舍利佛也说 穆建人也说 富罗纳也说 阿难也说 很多人说 佛弟子也说 但是佛 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没有人像佛说的这么圆满 那么 第一个要先到佛说 那佛弟子学习了之后 也说 但是没有人像佛 能够说的这么圆满 那有一些说 但说的还不一定能够圆满 佛是完全气泥气机 能够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所以法一 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圆满传授 传授给佛弟子 我们是辗转辗转 我们现在学的法是辗转传来 叫做阿罕 这是辗转传来的 从佛那边辗转传来的 那所以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真理就是这个 真理就是这个 真理的人 这个是佛 这个是从法 佛是悟得真理 然后他最初发现真理 而且完全觉悟真理 圣者有很多 这个申闻 申闻里面又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有学无学 辟子佛 菩萨 有四圣吗 还有佛 佛是最圆满 绝完全的 就近的 可以说他也是就近的 就近觉悟真理的人 好 另外讲身 这里阿罕间里面都说佛为佛弟子 佛问佛弟子 那你知道 有这样的事吗 是怎么样的吗 修行是怎么样的吗 佛弟子都会说 佛为法根 佛为法眼 佛为法医 请佛为我详细解说 只有佛才能够完全 因为佛是法的根本 我完全觉悟了这个真理 那么而且能够圆满传授真理 所以请佛为我们解说 都这样讲 身基本上可以讲 法义 法聚 法义 法位 那么阿罕 那么就是讲到佛跟佛弟子 佛及佛弟子 同法同聚 同意同位 聚同聚 亦同意 畏同位 同法 同聚 同意同位 应该是这样 同法 说的法 比如说解脱法 比如说涅槃法 比如说八正道 比如说四圣地 比如说元旗法 那么这个是法 有很多的法 但是这个法性法 主法就是什么 同法 真理 那么描述这个法的叫做法聚 同聚 叫做法聚 同意 思维它的理论 知道它的道理 明白它的真理 同位 那得到同样的功德 这个是法聚 同聚 所以这个聚就是法聚 这个是法义 依这个法聚所得的法义 那么依这个法义 正得这个法义 而得到法位 身长法位 跟佛同意 就得到法位 那么佛弟子身 基本上就是依佛所传授的法聚 思维了解佛所说的法聚里面的法义 所以听闻正法 如是我闻 闻什么 闻佛所说 那么如理思维 思维这个法义 所以后来又能够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才能够这样 那么从如是我闻 闻佛所说 那么如理思维 之后如说修行 之后正得 正得这个法位 那么这个 如实之见 就叫做如实之如实见 阿安清里面说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跟佛同意解脱 入法 得法 与佛同意解脱 同正得解脱 同正得涅槃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解脱 那么这个 这里讲到法信 法处 法见 那我们就顺带讲 法根 法缘 法缘 法医 法计 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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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在底下看 他说 世尊从自觉的圣经里 自己觉悟的 这个圣者境界中 逃住东西印度文明 东方跟西方 树立中道的宗教 所以后面就会讲中道正法 这里再讲中道正法 佛法中的中道正法 这一节 中道行是正见先导的圣道的实践 那么这里的中道叫八正道 那么八正道是解脱的方法 那么四地八正道 那他说是正见为先导 解脱道以正见为先导 菩萨道以般若色导万行 其实是一样的 他放在最后面 但是他是最重要的 以般若色导万行 那么所以布施慈戒 忍入金进禅定般若 以般若色导万行 是一样的 那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先 正见从哪里来 从正信中来 你依六四外道 你依婆罗门会有正见吗 没有 没有正见 所以你要依佛 所以我们要归依佛就这样 归依佛中不归依天魔外道 天就是婆罗门 魔是另外的 天魔外道 那么摩天也是天 那么外道 沙门外道 基本上就是沙门 婆罗门 那就是沙门中的 佛教之外 佛教也是沙门 佛教之外的沙门叫外道 叫做六四外道 那另外跟佛法讲的 就是沙门都是反婆罗门的 这刚才我们说的 所以不归依中不归依天魔外道 不过我们看现在的佛教徒 其实远远不止归依三宝 归依的可多 很多的归依 因为南魔就是归依 归依就是以 这个佛菩萨为典范 跟佛菩萨学习 想要变得跟佛菩萨一样 其实是这个 后来我们没有 我们归依的天神可多了 真的 你看我们动不动就南魔南魔的 那些有些都不是三宝 有些不是 那么都是天神多的 当然后来的大圣佛法里面 把这一些所有的天神 都变成菩萨 地藏经里面什么鬼王 都是菩萨来的 那什么天神都是菩萨来的 乃至梵天 道立天 都是菩萨来的 那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原来的其实就是 那些沙门婆罗门 那么你如果没有善家抉择 那么很容易走错路 所以要叫你归依三宝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归依佛 中不归依天谋外道 归依法 中不归依外道邪说 归依身 中不归依外道邪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出错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来已经 已经不是这样 已经不是这样 真的 那我们要好好了解到 我们到底在学习什么 你到底是曲潭沙门 还是尼建子沙门 还是婆罗门 真的 有些人弄不清楚 反正都一样 都是佛法 一切都是佛法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不是哦 不是 好 那么这里讲到 先导的 圣道的实践 就是你怎么样 正得这个圣道 那通常来讲 如果你善根具足的话 你不需要助到法 这个叫助到法 这个叫助到法 你如果善根具足 比如说虚拔陀螺 虚拔陀螺 他有没有八正道 其实他很多修行已经具足了 像释迦摩尼佛在普提树下 他是先修外道的戒跟定 那他已经有了 他具足这些 但是他没有 那个还没有圆起的无落尾 那去像舍利佛目见人也是啊 那你说他 他还没建国呢 他只听到马圣比丘讲圆起法 他就正果 他就入圣流了 你说他什么时候去修八正道 你没有啊 但其实他在外道里面 他有共世间的这一部分 他已经修了 你说辟舍区七岁 跟他的爷爷去齐远金圣 舍未成的齐远金圣 他的爷爷带他去听佛说法 他才七岁 他根本就没听过 他一听就正出国 那去拔陀螺 没见过佛 没听过佛法 没听过佛法 佛要入涅槃 他去听佛说法 佛也是跟他讲 我有八正道合得解脱 他也都还没修啊 他也都没有修而已啊 但是其实他已经修起来放了 他善根具足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说正出国 他马上正阿罗汉 而且还先佛入法 你看 所以有一些基本上 那这些如果我们欠缺 我们就要这样修 他已经有些已经具足了 那八正道 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先 正见正思维 你要常常如理思维 那么要怎么样 要端正你的身心 正与正业正命 正念正定 再得无漏会 引发无漏会 文实修 总不离开这样 那么正 从有漏到无漏 从有我到无我 你才能从有为到无为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主要七类 虽然种种的组合 这个是部派把它归类的 佛陀时代没有三十七道平 这样的名词 是后来佛弟子把佛常说的 常说的 其实远远不止这七类 那么把常说的归类为 助道法 所以是要三十七菩提分 三十七菩提分 三十七种助道法 其实是七类 四念处是正群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七者 那么以八正道 四念处七绝之比较是 三十七道平里面 比较是重要的来说 那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是说的最多的 那出家基本上是以四念处为开始 八正道是同在家出家的 那四念处跟七绝之比较偏出家 五根五立 那在家出家都有 那四神主 欲擒新宽 这是比较修禅定的 那么一得神通的 那就是他有不同的 那部派把它归类为成 七类三十七种 加起来三十七种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助道 那其中根本的就是什么 就是八正道 那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与正业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好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后面就开始说 那么什么是八正道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你们如果听了有些不懂的 你们也可以问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吉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